- 沒嗎?好,那我就... - 有,稍等我一下下 - 因為我這個地方在下大雨,然後比較鄉下一點,好像網路有點不太穩定,希望分享可以順利 - 如果有需要我們幫忙分享,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- 我先試試看好了 - 好,有看到了,有看到了 - 請問,OK,那大家好,我是吊嘎,大部分人叫我吊嘎啦 - 他目前是在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的台灣黑熊研究人員 - 那同時也是台灣黑熊保育協會的常務理事 - 那我這次來提案叫做歐雄台灣黑熊通報及資訊平台 - 那這個是我們去年8月的時候第一次在GTV上提案,那運作至今 - 為什麼要做這個通報平台? - 是因為台灣黑熊數量稀少,然後研究的資料收集是相當不容易 - 所以希望可以借這個平台鼓勵民眾參與 - 來達到公民科學參與的部分 - 然後我們希望可以借這個平台提升學術研究保育推廣 - 還有保育政策及行動三個面向,同時做提升 - 那把它發展成一個具有多類型可以整理篩選應用的保育工具 - 終極的目標就是希望可以促進物種的保育 - 那一般人想說黑熊通報可能是以為像這樣子的場景 - 就是你在鑽角遇到熊 - 那其實這個是比較少見的 - 大部分的情況就是我們研究人員也一樣 - 在野外比較常是發現黑熊的痕跡 - 像這個樹上的爪痕糞便或者是腳印 - 那有的時候黑熊會跟人類的生活發生一些交集 - 像是他們可能會闖進山屋 - 或者是可能會在山邊的一些社區的農舍啊 - 或者是動物的家出社出現 - 那有的時候甚至會種了人類要獵捕動物的陷阱 - 那我們希望可以收集這些資料 - 最後就是促進黑熊的保育 - 我們過去在台灣黑熊保育協會曾經有設了一個平台 - 它比較像是網頁式的一個問卷 - 那有許多問題啦 - 所以我們才會希望可以創立一個新的系統 - 那過去的時候我們其實也一直有在收集類似的資料 - 那我們就會透過電腦的GIS軟體 - 把它做成像這樣子的圖表來跟公眾分享 - 那我們期待的黑熊通報與資訊平台 - 究竟是什麼樣子 - 我們希望它可以是方便民眾還有山友通報 - 然後可以好玩 - 就提升通報的效率 - 然後可以視覺化直覺化的跟公眾分享這些資訊 - 那最後是希望這些資料都可以有一個好的整理方式 - 來讓後續的應用 - 或者是政府做保育推廣的管理有一個更好的效率這樣子 - 那最終這個城市的相關資料都會開源 - 然後它有可能會是世界上第一個開源 - 而且完整的野生動物通報與資訊整合的平台 - 那這個是我們目前的一些進度啦 - 就是我們這個在Figma上做的一個架構圖 - 那各位有興趣都可以從簡報上的傳送門過去看 - 那目前台灣也有其他類似的專案 - 像是地球公民的農地違章工廠通報 - 那實際上我們目前專案的一階段 - 全部也是從地球公民的這個Disfactory Falk出來的 - 那這個是我們目前的Stangie Site - 所以下午的時候也會有一個demo - 那感謝這個專案至今為止 - 有許多人幫了很多忙 - 然後這個是我們目前希望可以募集的這個填坑者 - 所以下午的時候我們 - 這個打錯了 - 應該是 - 對 十一點半的時候我會有一個簡單的短講 - 然後一點的時候會示範我們目前 - 就是簡介我們的demo site - 所以謝謝各位 - 好 謝謝吊哥的分享 - 從提案 - 這一段還有兩個提案 - 一個是滴滴滴不能亡 - 那我們再請基本本本先準備一下 - 所以我們就先請老鄉